大家好,我是少年 今天我做了一期视频送给蚕食官和喜欢看电影的人 因为它是著名电影《小生科救出》的狗狗版 小哥奥兹与他的小主人宝拉以及马丁夫妇一家人相处得十分愉快 这一家人每个人都很喜欢奥兹,特别是宝拉 即使奥兹和宝拉一起把邻居的屋顶、宅栏、除草机给弄坏了 也只有宝拉被禁足 有一天马丁夫妇一家获得了免费一个月的日本旅游资格 但是不能带奥兹一起去 在没有亲戚可以寄养的情况下 马丁夫妇决定把奥兹送进南西寄养所 南西寄养所搭着高调的广告 宣传着他们真心爱护狗狗的底练 于是马丁一家却有南西寄养所实力考察 所长罗宾斯乐情地接待了他们 罗宾斯给他们看给狗狗准备的有机食物 征拉房、按摩房 里面的设施比特内的娱乐会所还要高级 老公,要不我们就不去日本了 这里的环境是人家最喜欢的呀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这里直接在做狗的 于是马丁夫妇在等痛支付了高额的寄养费后 安心又羡慕又嫉妒又不舍地离开在这里 在他们看来,如此高级的场所肯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然而,马丁一家刚离开 罗宾斯和寄养所的所有人都变了 狗狗们享受的服务也立即停滞 罗宾斯的手下多米尼克指挥他家把狗狗赶回火车上 就做富丽堂皇的寄养所关门了 他们把狗狗和奥兹带去了真正的南西寄养所 一个监狱是管理的寄养所 这里有很多只警犬作为狗官 来看管不寄养的狗狗们 而狗狗格朗特是狗长 奥兹本想逃走的,但是没赶上被关下的大门 狗官戴克将奥兹带去监狗长格朗特 格朗特在奥兹的名牌给了他一个代号463 然后戴克带奥兹去有宿舍 会暗的房间里关着很多狗狗 奥兹的房间里有个简陋的上下床 有个画楼的室友叫弗兰基 弗兰基说近来这里的狗狗几乎都被自己的主人给抛弃了 昨天一早狗狗们都被狗官们喊醒去工作 内容是只装装器材 奥兹要求奥兹分好不同颜色的肥盘 但是奥兹搞砸了 于是他被请到旋转桑拿房做了个SPA 不犯时间大家都很排挤奥兹 因为他搞砸了大家的工作 最后弗兰基的朋友切斯特帮助了他 还给他找了个轻松的发收获 最后某个星期六 称霸狗狗群的霸主维托 从铁笼子被奥兹放了出来 当他被放出来时 狗狗群都很激动地欢迎他 弗兰基则是严肃了劝奥兹 不要去招了他 奥兹好奇地看了下所谓的狗老大 难不是吐槽说 这只是一只急我喂啊 奥兹这句话成功地让维托记住了他 很快奥兹发现弗兰基一直欺而不舍在逃狱者 但是他每次都因为各种失误而失败 弗兰基想越狱 是为了去找他的盲人主人 想继续帮主人引路 奥兹被维托喊去 他让奥兹与囚犯里跑得最快的闪电赛炮 令人意外的是奥兹竟然赢了闪电 于是维托让闪电滚开 以后没资格再上赛场了 维托让奥兹考虑一下 巨大的田径队当运动员跟警卫赛炮 也就是成为维托的手下 以后他罩着 还可以吃牛排 不用再吃恶心的毛粮 难而 不然可以劝奥兹不要去 因为之前被维托罩着的人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于是 奥兹拒绝了维托的好意 但维托并不生气 反而答应会给奥兹好果子刺 紧接着奥兹不小心撞到了格朗特 于是奥兹跟格朗特说了自己的烦恼 没想到 格朗特竟然邀请奥兹去维托那做卧底 格朗特想让奥兹去咱家赛炮 这样就可以暗箱操作 难过故意输给警官这边的乔克 而奥兹认为这样做不好 有时也拒绝了格朗特 所以格朗特也答应了要给奥兹好果子刺 建议者黑白双煞 哦不 黑黑双煞 就这样轮番开始请奥兹吃好果子 做SPA 就连预官代课都拿出了整长的宝贝骨头 每天让奥兹买骨头 则把骨头挖出来 过过眼壶闻闻闻香味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马丁夫妇他们去找罗宾兹要为奥兹 罗宾兹就说网上奥兹得流感 病死了 还好心地表示 我们提供了火化处理 不多加收费哦 听了这种话 他们一家人只能生气难过地离开了 而奥兹因为吃了很多好果子 他最终两边的优秀都选择打印 他打算同时洗手这两个人 这个耍 就是他要在同时备伴这两个人之前 跟弗兰奇和切斯特他们一起越狱出去 然而 弗兰奇和弗兰奇的朋友道克都同意越狱 只有切斯特不同意 切斯特不讲得麻烦 他这个谈其之声 对人类也失去了期待 自从奥兹成为了两边的朋友 他的生活就过得特别滋润 成为了赛跑明星 而私下他与弗兰奇和道克在寻找越狱的突破口 为了寻找出口 就必须得拿到工程图 工程图只有格朗特哪有 而切斯特有格朗特办公室的钥匙 于是弗兰奇十分诚恳地去求切斯特帮帮忙 切斯特不想得麻烦拒绝了 但是弗兰奇他也无赖了 竟打算把分发给大家的书都给弄脏 不想得麻烦的切斯特只好答应了 但是弗兰奇还是弄脏了图书被格朗特发擦玻璃 于是要自切斯特道克 趁格朗特去楼下的间隙 与弗兰奇配合 惊险的潜落格朗特的办公室 找到了工程图 所有人都惊喜地逃脱了 弗兰奇知道道克拿着工程图去傻水道里 日复一日地找出口 奥兰奇被囚犯狗狗们寄予厚望 大家都在为他加油打气 希望他能跑赢竞权队 为他全争一口气 囚犯队没有赢过一次 这次维托兹有了王牌奥兹 于是他向格朗特提出了新要求 如果他们囚犯队赢了 就必须给囚犯们吃正常的食物 看电视 还有学校禁闭一个月的惩罚 而格朗特提出的要求是 如果他们竞选队赢了 囚犯队就得上早晚班 吃猫粮 不许看电视 还得带狗嘴套 这下赛跑比赛的严重性加大了 直接决定了囚犯们的命运 到了比赛这一天 也是奥兹他们三要逃跑的日子 前次赛在赛前 劝奥兹不要逃走 因为外面对奥兹 给予厚望的囚犯狗狗们 把命运都压在了他身上 他们现在正热烈地呼唤 奥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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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兹也觉得自己应该为那些狗狗 争取更好的生活 于是他是参加比赛的 拿奥兹跑的中途 电查被弗兰给他们关了 等到再打开的时候 奥兹已经不见了 原来奥兹跟着他们 带上了切斯特 一起从挖的蜜道想要逃走 就是做什么的不做也罢 溜了溜了 他们四个一起找准时机 挑进了罗宾斯 运动器材的包装箱里 然后要被包装运输出去 可是这种天衣无缝的计划 却被发现的就在奥兹 思前想后不知道 为什么会失败的时候 他们已经要被关进的 小铁龙禁闭 然而在被关进去前 戴克说了切斯特 其实是我敌的事实 原来上次奥兹 他们偷攻成图的时候 被格朗特发现了 弗兰基尔道克 被关进的小黑屋了 而奥兹被戴克带到 格朗特面前 格朗特本想 请奥兹吃一顿好果子 但是奥兹已经吃腻了 他对格朗特 只爱的骨头模型出手了 格朗特为了 好不容易拼起来的模型 被奥兹牵着鼻子走 奥兹把模型 扔出了办公室 趁他们跑出去的时候 急忙把门反锁了 奥兹通过办公室的话筒 对所有的狗狗说话 作为一个优秀的主角 你可以没有盖世神功 但是一定不能不会口骸 于是奥兹告诉大家 这场赛跑本来就赢不了的 就算格朗特没有暗想操作 也赢不了他 因为格朗特他们 让大家忘记了 自己曾经是自由神 自己的性命 为了帮助大家寻找回自我 奥兹把他家存在办公室 那被摘下的名牌 扔了出去 看到名牌的囚犯狗狗们 在听到奥兹的话后 都充满了斗志 决定齐心协力 冲破这个牢笼 囚犯狗狗们与警官打了起来 来近乎的罗宾斯 被狗狗们拖走 奥兹从戴克尔手上逃走 救了弗兰克他们 他们一起联手 也打运了戴克尔 维托一直也在跟格朗特打架 绝维托打运了格朗特 奥兹他们出去 先到了盗克被抓走的海边 他们幸运地碰见了 依旧在坚持寻找盗克的主人 弗兰克也一直被自己的主人惦记着 并且重新回到他的身边 自从以为失去了奥兹 马丁夫妇和宝拉都犹豫寡欢 奥兹把切斯特一起带回了家 因为切斯特一个人实在太孤独了 宝拉他们都很快乐 再次拥有奥兹 并且多了一条狗狗 切斯特 罗宾斯的南西寄养所被举报了 他因为其他最后虐待动物 被判了20年监禁 片名《狗狗的疯狂假期》 这部动画电影 当然不可能和肖身恶的救赎相提并论 它也是被观众调侃成是狗狗版而已 毕竟还是属于一部何佳欢的动画制作 但是里面所讲述的坚异剧情 如果不是以狗狗作为人物来讲述 倒也有点相似的感觉 作为狗连食发行的动画 在刚上映的时候还是在新年 所以票房数据都还算是不错 孩子也很喜欢 大人也能够讨个吉祥 就问你 我今年忘不忘 忘忘忘忘 而人和狗以及猫的感情 其实很多人不能理解 有人可以花一千块给狗狗吃一顿饭 有人觉得这就是一种神经病的行为 或许这些人一辈子都无法理解 但是对于禅食官来说 狗真的就像他们的亲人一半 动画中将狗狗的灵性彻底展现出来 虽然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所监狱 但这故事中所讲述的忠诚 在现实中屡见不鲜 人类身上缺失的美好品质 却能从狗狗身上找回 所以各位禅食官一定要更加爱护你们的宠物 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中所讲述的情感能不能对你有所触动 与主人的骨心甘胆重逢 还有越越想要怀到主人的应用和骨感 都是一部特别合家欢的作品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动画 我想还是会有人评论两个大大的字 幼稚无奈哦 我是少年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